大家好,我是陪你看历史的童小军 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句话 多么伟大的作家,也不过就是在书写他个人的片面而已 这句话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描述 叫做尽性书不如无书 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 德国学生和埃及学生 大家有可能学习着同样的物理、化学 但却很难学习到完全客观的历史 甚至在当代某些影视媒体的操控之下 他们很有可能被灌输到一些扭曲的价值观 你比如说,最近上映的漫威电影《永恒族》中 居然有一个黑人向广岛原子弹忏悔的场景 这就是人类用主观意识,更改历史的先兆 试问一下,接受了这种历史知识的美国年轻人 他们对得起当年远赴太平洋战场的美国先烈吗? 同理,当现代人提到国家这个概念的时候 一般会把民族和国家深度绑定 但民族国家普遍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 诞生的历史也不过才200多年 200多年之后的我们 早已习惯了以民族国家为前提来思考历史 甚至在我们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 都在潜意识里以民族来划分不同的区域 在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 朱元璋肯定是大英雄 而李自成就不一定了 尽管他们都代表了大汉民族 但已经预知了胜败的我们 天然给这些人打上了标签 这难道不是一种偏见吗? 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21世纪 人人都拥有一栋智能手机的现在 年轻人通过互联网 就能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 他们自以为自己见多识光 却不知道在大数据之中 有信息减防的说法 当下的短视频算法之中 一个算法程序能在21天之内 彻底摸清一个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观影爱好 然后再根据他的爱好 形成信息减防 拼命推荐他喜欢的内容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喝快乐水 越喝越快乐 越躺越舒服 最后会让年轻人的三观 跟着五观走 看似见多识光 实则毫无主见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篇初中课文 叫做《商重用》 我认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年轻人能够保持独立思考的意识 实在太重要了 你有没有发现 任何在某个领域 有所成就的人 他们都具备超强的独立思考意识 所以千万不要让那些垃圾信息 带偏你 一旦你的思维 变成了流水先生的工业产品 那么泯然众人意 就是你的必然结局 我手中的这本书 叫做《大历史》 之所以是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本书的起点 是在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 随后地球出现 生命出现 人类起源 旧实际时代 农业起源 城市出现 国家出现 农更文明的兴盛 以及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 它都为我们梳理了一遍 当然 为了能讲清楚宇宙的诞生 生命的起源 这本书还吸收了宇宙学 地球与生命科学 化学 物理学 以及人文历史 等各个领域的成果 将它们融合成了 普遍性的历史描述 这让读者 能够对宇宙 以及人类在其中的位置 和扮演的角色 有足够科学的了解 大历史考察的是整个过去 不仅仅是人类的过去 还包括了地球的过去 宇宙的过去 这本书中出现的人 不是美国人 不是德国人 也不是中国人 而是智人这一物种的 共同成员 所以它绝对不会 带有对任何国家历史的偏见 它只是在平静的 叙述的地球上 发生的种种往事 想要一次来告知读者 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 为了能让所有人 都读懂这本书 本书的作者 大卫·克里斯蒂安 总结出了 人类历史演技中的 八大突破 也就是 从宇宙到地球的突破 从最初的生命 到人类的突破 从农根为名 到现代革命的突破 作者按照 从无到有的顺序 以八次突破为关键线索 勾勒出了 时间万物的产生与发展 带你回到世界的起点 回归世界的本质 如果你已经习惯了 用普世的价值观 去分析历史 看待世界 那么 这本大历史 绝对值得一看 因为当你学会了 用一种全新的方式 去思考过去的时候 你就有了新的勇气 去挑战未来 我是童号君 希望这本书 能带给你全新的体验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先祝你